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请点赞分享并且订阅本频道 您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频道若有上传新影片 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并请订阅明镜的其他频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香港史上名望最低的特首林郑月娥 任期还有两年的时间 到2022年6月30号才届满 近日有消息指出 林郑月娥有可能会连任 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表示 有听到类似的消息 并且透露 目前获得商界支持的人 例如唐英年、吴光正等等 都无意竞逐特首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田北俊近日受访时表示 商界有传出 特首林郑月娥可能会多做一届 因为根本没有人想要做特首 又指北京一下决定 林郑月娥就要继续做下去 可能北京会不批准她的辞职 田北俊表示 商界支持的人选 例如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惠德峰大股东、吴光正等等 都无意竞选来界的特首 报道表示 唐英年曾任财政司司长以及政务司司长 2012年曾经与梁振英、何俊仁、角逐行政长官选举最终落败 而吴正光亦曾经在1996年参选特首 败给了董建华之后 发展焦点已经投在了商界 根据基本法第46条规定 香港行政区行政长官任期五年 可以连任一次 换言之 每一名特首最多可以做两届 任期最多十年 不过香港主权移交以后 过去三任特首 包括了董建华、曾英权以及梁振英 都没有人能够做足两届十年的任期 香港第三波疫情蔓延之后 港府就请求北京当局协助 而中国核酸检测支援队七人先遣队 已经在周日抵达香港 将会协助扩大香港人权核酸检测 目前在港美日的检测数量至少要达到20万个 美国之音指出 近日到港的七人为先遣部队 之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委组成的六十人核酸检测支援队 也会陆续的到岗 除此之外 另外一队中国方舱医院支援队 预料在未来一周之内也会抵达香港 有队员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 他们的工作不会直接的治疗病人 主要是指导俗称的方舱医院社区隔离设施的运作 不过港府求助中央的动作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多名新民主同盟区的议员中日在医院管理局大楼外召开记者会 他们批评特首林郑月娥在没有咨询香港专家以及医护界的情况之下 就自行高调的向北京求助 是将政治介入医疗 他们表明反对展开全民检测计划 全湾区议员谭凯邦表示 目前香港没有专家支持全民检测 检测完成也并不代表不会再有人染病 而过去两周的时间 香港特首都没有与香港本地的专家开会 因此担心这一个纯政治以及这个献媚的决定是有为科学的 以及制造这些检测的假需求 所以认为林郑这个引入大陆的检测人员是仓促 而且不符合香港效益的决定 另外港人最担心的就是检测样本由被送往中国的风险 而这个担心也不是无地放始 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陆政府透过DNA的样本库 去监察新疆人以及维吾尔族人的情况 因此香港人很担心香港是没有办法监管到病人的隐私 以及最终DNA样本会被送往哪里 而不想要中国大陆派员协助香港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是香港的医疗内部事务 第二就是问题的源头根本就来自于大陆 大家都知道武汉肺炎是来自大陆的隐瞒疫情 但是现在竟然叫武汉的医院派人到香港 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另外就是为什么会有第三波疫情呢 那就是豁免检疫人士 但是现在就是引入了更多的大陆检测人员 接受豁免检疫而到香港 这就相当的荒谬了 另外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港府针对大陆支援的工作详情 也没有进行详细的交代 包括了临时实验室的地点 仪器的出处 何时会正式启用都没有做公布 香港大学感染以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博良 在中医就质疑道 全民检测在操作上并不容易 而且成效也还有疑虑 也难以有理有据的强制要求香港市民做检测 另外港府虽然出面澄清 不会将港人的基因资料送往中国内陆 但是香港专职医疗人员 以及护士协会干事刘凯文表示道 当市民对港府已经失去信心 港府却还没有清楚地交代 检测细节运作等等 难免令人质疑检测样本 究竟会被如何处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的时间 除了衍生出真空旗问题之外 也让外界重新的关注 在国安法影响之下的香港泛民派 将要何去何从 中央社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万事委员会前副主任卢文端指出 北京对香港泛民主派仍然留有空间 希望泛民派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 他表示香港泛民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立法会有一定的数量席位 这是香港的政治现实 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需要忠诚的反对派 北京中央当然希望泛民能够成为香港的忠诚反对派 希望泛民忠诚于一国两制的宪政体制 不要寻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另外 苹果报道指出 早前立法会选举提名席寄出了确认书要求参选人签署 多只胜出的民主派初选队伍 例如黄之锋 曾奥辉等等多名抗争派都明确地表示不会签署 但是也有例如刘影匡等等的本土派以及民主派功能组别参选人表示会进行签署 可见民主派阵营在相关的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 这更让外界推测 确认书此举就是北京方面要分化香港民主派的陷阱 而后出现了多位民主派参选人遭到取消参选资格 以及选举时间压后一年 更是一再地打压民主派的士气 港媒报道 有消息人士指出 北京方面正在研究在特首选委选举引入确认书制度 要求参选特首选委人士如参选立法会选举一样 需要签署确认书 拥护基本法 并且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选举自2016年起引入了确认书制度 但是确认书并非是选举主任是否会取消参选资格的唯一考虑 过往也有不少的参选人拒绝签署确认书也能够成功入闸 但今后确认书或将会扮演更大的筛选作用 在五眼联盟成员国以及德国纷纷地表示 终止与香港签订的逃犯引入条例之后 法国也宣布跟进 法国外交部在8月3号发表声明 表示有限于最新的情势 法国不会继续地推动批准2017年5月4号 与香港所签订的引渡协定 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让人对于一国两制原则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基本自由感到怀疑 声明还强调 香港国安法也直接地影响到法国人民以及企业 新头科报道 中国外交部同样地在8月3号针对新西兰日前宣布停止与香港的引渡协定 出招反制 宣布让香港暂停与新西兰的移交逃犯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单方面地宣布暂停与香港签订的引渡协定 有关做法将会对香港司法合作政治化 同时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也严重违反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此中方是坚决反对 目前除去了五眼联盟 已经有两个欧盟国家表态 因国安法引起的一国两制危机 而终止了与香港的逃犯引渡条例 除此之外 欧盟也对于港府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的决策 表达了关切 欧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发表声明 他表示 欧盟密切地关注香港情势 他说 香港政府延期举行立法会选举 延荡人民民主授权的更新 也让人质疑 能不能行使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民主权利与自由 此外 香港政府最近撤销了多位反对派人士的参选资格 削弱了香港作为自由开放社会的国际声誉 欧盟支持一国两制 呼吁保护香港的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 他呼吁香港政府应该要重新的考虑相关决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三波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 请求北京当局协助扩大筛检以及建造房舱医院 而根据中央社综合香港电台报道 前天抵达香港的一名成员就是武汉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师谢虎 院方在微信公众号上载了文章指出 他们已经开始设计香港方舱医院计划在机场的亚洲国际博览馆建立 并且针对亚博馆的特点 尽可能地在最少改变场馆原有功能之下在场地建设 功能布局 机电系统改造 以及运营维护管理等等方面 提出了设计方案 但是苹果日报指出 香港爆发武汉肺炎第三波疫情之后 香港医管局就已经将亚洲博览馆改建为社区治疗设施 当地医生表示 亚博馆的设施明明就是香港医院管理局独立搭建而成 北京当局却说是中国大陆派人协助建立方舱医院 为改建亚博馆提供的设计 营运以及管理经验 让许多的香港本地医疗人员感到非常愤怒 香港公立医院医师 黄浦区区医员 邝保贤发文指出 亚博馆临时医院是由医管局一群同事所搭出来的 不应该连这样的功劳都必须要双手送人 他也呼吁 误再称亚博馆是房舱医院 要叫就要叫本名社区治疗设施 也就是亚博社区治疗设施 香港医管局的粉丝页 7月31号也就已经对外表示 社区治疗设施的筹组和建设即将完成 将在8月1号正式启用 因此并非是北京当局派员之后才建成的 今天中国高考的江苏省状元 因为选修科目只有考到B加 因此被北大等等中国一流大学拒之门外 最终他选择了赴香港就读 此举不仅牵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 也让许多人开始探讨中国高考的制度僵化问题 综合媒体报道 就读于江苏省淮英中学的白湘林 今年高考名列全江苏文科类第一 但是选修科目中的历史却只有B加 然而北京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山东大学等等多所学校的招生都规定 对江苏学生的要求是 选修科目虽然不计入总分 但最低也要有A 因此白湘林即使语文数学 外语三科考了最高分 仍然是无缘名校 被称为最惨状元 消息传开之后 中国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 也有人开始讨论 高校是否可以破格录取 但是这些高校都没有出面表态 随后包括了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等等 排名也属于前列的学校 立刻表态要抢人才 北京师范还说 要读哪个科系随便他挑 不过今天消息传出 白湘林放弃了所有的中国大陆学校 选择就读香港大学金融系 根据了解 他已经通过港大面试 并且取得了明德学子奖学金 包括四年全额学费68.4万元 另外四年住宿 以及生活费一共超过90多万元 一些人表示 赛翁失马颜值非福 纷纷地恭喜他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 今年6月份公布 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22名 排名虽然在北京 新华大学之后 但是是香港各大学第一 不过过去一年以来 由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断 加上中国官媒选择性的报道 许多网友对于白乡林选择到港大读书感到很不愉快 他们提醒他别被港读洗脑就行 有人议论绝对是走错了路 是非之地 同学的圈子很重要 还有人说最怕是一去不回 甚至反咬一口 更多的中国网友批评自身的教育制度 认为高校应该要更加灵活 收取国际留学生时也会这么严苛吗 为什么只对自己国家的孩子这样严苛呢 北大清华的拒收也体现了 为什么国内人才会一直流失 也有人把焦点放在 一个文科重元的历史怎么会是逼加 港媒八世底报指出了 从明年起江苏省就改变高考模式 选择性考试科目将会增加到六选三 所有科目都会计入高考分数 北京当局祭出港区国安法之后 川普政府也相对应的祭出制裁 美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也逐渐飘弱 早前传出川普政府还考虑 要对香港联系汇率下手 但是此举也会重创美国经济 所以并未实施 但是当前的国际情势 也已经对香港联系汇率造成影响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有北京智囊指出 香港的经济周期将会越来越多的 和中国内地的经济周期相吻合 而不一定会和美国的经济周期相吻合 据此从长期来看 他并不看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北京智囊前央行顾问余永定认为 坚持联系汇率制度 有利于加强世界对于香港金融体系的信心 维持对港币的信心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联系汇率制度是否能够长期的维持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美国与中国香港的经济周期 是否会吻合 虽然此前香港跟美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 但是之后他们的经济联系会逐渐削弱 相反的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靠近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的经济周期越来越多的 与内地经济周期相吻合 而不一定会和美国的经济周期吻合 事实上 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百年的大变局 香港已经成为了中美角力的最前线 香港与美国经济联系 在可见的将来会逐步的剥离 而香港经济会加速融入中国内地 不过 渣打银行执行长抱持着不同的看法 彭博报导 渣打银行执行长温特斯表示 美元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 受到了香港货币储备非常稳固的支持 如果企图削弱香港 恐怕会在更大范围内 对金融体系造成相当有害的影响 而且在当前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 很难理解世界上的任何决策者会认为 破坏联系制度会是一件好事 他并且表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 可以说是无懈可及的 谢谢收看今天的香港新闻 请点赞分享并且订阅本频道 也请订阅明镜的其他频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书案政经科技或文鱼新闻 据新闻政治学 经济学科技等专业背景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 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彩蛋 主要播放平台 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堆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 vinny at hovallive.com